氣泡排序法當然理解上會比較不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可以用Debug mode 可以在這邊先做一個中斷點 這邊 按除錯模式 再來按F5就可以組行去看 比如說我今天進來這個地方 長度多少 你可以看到 S現在陣列就出來了 60、70、50、90、80 這個 總長度是多少 你要知道按右鍵 4查就可以知道 5-1 也就是說0到4 這個範圍 然後往下找 再來就是 要跑回圈 現在I是0 0 所以這個長度總共要跑5次 5次裡面比較什麼 我今天 進來之後 SJ現在是哪一個值呢 J現在0 然後這個值的話是 60 60跟 SJ-1 就是70 兩個比較 讓它比較小 比較小之後呢 我就直接 把 SJ的值給Tamper 然後呢 再兩個交換 再把這個值丟回來 交換 一樣的再來 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去比什麼呢 50跟70 這兩個 沒有 那就往下找 找找找 那排完之後呢 當然 我們這個地方排完了 排完之後你可以看到現在的結果 變 7 6 9 9 90 80 50 那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 還要再排 還要再排 那怎麼排呢 我現在I等於1 I就變成0 再來 加1 那所以我的排序呢 我接下來就是 排的就是變成 這個長度 減掉2了 也就是說我排序呢 我只排什麼呢 我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跳出的條件呢 就變成 只排 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也就是我今天排的就是排到 哪一個呢 排到 到這裡而已 有沒有 50就不用排 為什麼 50已經是最小的 最小的就把它排到最下面 那我接下來就是排 排哪裡呢 7 6 9 8 排完之後呢 再來I因為會再增加 所以就再來排這個範圍 排完最後才排這兩個 排完就不用排了 所以它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你要寫出這樣的 程式的話呢 主要就是要兩個回圈 所以氣泡排序法 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第一個 你的外回圈的必須從0開始 到哪裡呢 到這個正列 減1 加加 那內回圈部分的一樣 基本上一樣 只是多一個什麼呢 減掉 這個I的值 這樣OK嗎 然後呢 再比較 誰比較大 交換交換 就這樣OK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